大家好,欢迎回到前段工程画质18.51的课堂 今天这几课我们开始代码可维护性方面的内容 那么这几课我们就要在一个代码模块化加载的一个方案叫require.js上面 那么这几课的内容主要分为一下三点 第一点初十 跟大家讲解一下模块化加载的优点 AMD的模块规范以及它和require.js的关系 那么接下来会带领大家使用require.js加载 第一个AMD的模块 那么再接下来就是一点进阶的内容 把require.js就跟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用gop来优化你的require.js的加载过程 那么首先模块化加载的优点 第一点是提高代码的可维护性 因为你的代码模块化之后 它每一个模块之间是相互隔离的 那么只有通过依赖才能把模块相互组合起来使用 那么第二点就是模块化加载带来的一个好处 就是按需加载 这个对于大型的外部应用来说 是非常有利于提高这个应用的性能 那么AMD规范 这个可能听过的 就是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听过 这里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那么AMD规范它是js的一个模块的规范 它里面就定义了两个核心的API 一个是require 那么require里面要写明这个你需要依赖的东西 这个相当于是调用方法 就是你需要依赖那些模块 然后传入一个回调 就是这些模块加载完成之后 你需要执行什么模块 这个回调接收的参数 就是你依赖的每一个模块 按这个参数顺序来写 那么还有一个是define 就是你定义一个模块 那么定义一个模块的话 你需要指明这个模块的名称 这个模块的依赖 以及这个模块 在被包含的时候 它都毁掉 就是它需要返回一个什么东西 那么require.js 它本身是一个遵选了AMD模块规范的加载器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在实际的项目中 引入这个就使用require.js加载模块 那么为了节省时间 就是我准备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项目 叫做hello.require.js 那么这个js下面有两个 使用的就是有几个 接送名件 第一个bower的接送 一个package的接送 package的接送 目前基本上没有什么用 那么bower的接送 可以看到它的dependency里面 我目前是已经安装了require.js和jquery 这是一个 开始一个简单的web项目 最常用的项目 特别是jquery 那么 还有一个点bowerrc 那么 就是 学过前面 就是在前面 关于bower的介绍 有介绍这个文件的作用 就是 我把我要安装到第三方的模块放在什么地方 可以看到 有一个vendor component下面有jquery和require.js 好 那么这个是几个就是项目根目录下的几个文件 然后是一个src文件 src下面src目录下面是一个有一个比较简单的stml 剩下的都是三种静态资源 那么 require.js 这里面介绍的就是我安装require.js 是用bower安装进来的 那么 实际上大家可以自己去官网下载 不过 推荐的安装方式是通过这个 bower来安装 那么如何在页面里面引入require 就是开始使用require.js呢 我们需要写入一个script标签 然后src等于vendor component 然后先把require.js 然后台面的require.js引进来 我们可以确认一下路径是否正确 然后再把require.js引进来 require.js require.js下面有个dist require.js require.js 把这两个文件引进来之后 我们起一个httpserver 这是一个node的模块 那么起完之后 我们可以在浏览器里面打开 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网络加载里面 它是加载了 先加了 就是调整工具的网络面板里面 先加载了require.js 然后是gequire.js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就是require.js和gequire.js都加载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简单的示例 就可以写一个简单的示例 就require.js 这要用一个方括号把它扩起来 就在那调音方 $ console.log dequire.js loaded 好 那么现在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你看它是输出了这个gequire.js的代码 那么实际上就是大家第一次接触 接触require.js的时候 对于这个代码的加载顺序 比如说有些东西会把gequire.js放在上面 那么我们来刷新就是把gequire.js放在这个require.js之前加载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会看到 就是我们再来刷新页面会看到页面报错了 那么这个报错应该是初学者最常遇到的一个报错 就是script error 就是一般是你这个模块没有加载成功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我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require.js 它的原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原代码里面 就是如果我们在页面里面先加载了gequire 那么 因为它是没有这个require.js的相关的API 就是AMD的相关的API 大家可以看到gequire文件的末尾 就是如果有define 然后define这个AMD 那么它会声明一个gequire的模块 但如果我们在gequire 就是require.js加点之前就加点gequire的话 这个模块因为没有 就是window上没有define 也没有define的AMD 那么这个模块就不会产生 就gequire这个模块就不会产生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gequire放到require.js之后呢 就会因为gequire的加载它是先加载先执行 那么require.js加载完之后 这个window上就有define和define的AMD 然后这个gequire加载完执行的时候 它就会声明一个 在require.js的基础上 声明一个gequire的模块 然后我们在下面使用这个require.js的时候 它就会找到能找的正常的 按我们的预期来找的这个模块 我们再改回来 整个影片又正常了 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那么实际上require.js的官网上有介绍 叫data main等于 就是等于什么 就是一个入口的文件 那么我们需要把它写成src hello.js 然后把下面这段代码挪到单独的js文件里面 这个是在实际的操作中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实践 好 那现在 我们现在看一下 来刷新一下我们的页面 可以看到呢 先是加载了require.js 然后是接quire.js 然后是下载了hello.js 然后console里面也是按预期打印clone name 那么这个相当于我们这个hello.js里面 它其实并没有申明一个模块 它只是依赖了jquire.js 那么我们如何使用amd的语法 申明一个模块呢 我们在js下面 新建一个文件夹叫modules 然后在下面新建一个文件 叫mod1.js 叫mod1.js 然后在这儿呢 我们就要用使用这个amd里面的define模块 mod1 然后它呢需要e来dequire 然后呢这个是这个模块本身 那么这个模块一般来说 你申明一个模块需要返回一个东西 模块1.js seekhello 那$ body opened p hello from mod1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写了一个模块 那么现在我们在hello 然后我们把这个名字改为men men.js 然后在引用的地方也改一下 然后我们在men.js 不再做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就require一下 我们的modules mod1 然后呢 执行mod1的方法 mod1 1.js seekhello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刷新一下面面 seekhello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这个console里面 它有报错就是说我们调用了一个seekhello的方法 是从一个antefin的一个对象上调用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的实际的代码里面这个mod1 这个模块呢 它是正常加载进来的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 这个图形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这个mod1里面的define 跟我们men里面的require 这两个模块的名称一定要写成相同的才可以 好 然后再到页面上来刷新一下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mod1所做的事情呢 已经出来了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还可以在console里面 modules mod1 然后就直接require它 function mod1 然后在这里面呢 mod1 mod1 sayhello 那我们重复执行相同代码 那么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mod1这个js 它不会再去重复加载 因为它已经把我们加载过来了 那么这个就是 跟大家完整演示了 如何在你的页面里面 引入一个 引入requirejs 并且编写你的一个第一个模块 然后在你的入口文件里面引入这个模块 那么实际上在我这个演示里面有一个潜在的风险 就是说 我这个requirejs和我这个jquery 这个js呢 它 这种加载顺序是不能保障你这个jquery的代码一定在这个jsmen的代码之后执行的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在 比如说我在这个man里面 然后去下载mod1 这个时候如果jquery还没有加载完 这个时候就会报错 因为jquery还没有生命完 这就是接下来我需要跟大家演示的就是如何用gop来优化 我们这个requirejs项目里面js的加载 那么应该可以想象的到就是说 如果我一个项目里面用了requirejs用了jquery 那么它在所有的页面上都都会用到 那么这个时候 就与其在所有的页面上写两个script的标签来分别引入这两个js 并且它的执行顺序是不能保障的 我还不如在这个把这两个文件合并成一个文件 那么然后把它作为种子的js的种子文件加载进来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就如果使用gop来做的 然后把它保存起来 然后等它安装完成 我们可以直接开始编辑我们的gopfile 好 那我们在根目录下面新建一个gopfile file.js 好吧 gop等 require.gop 然后 concate.require.gop 然后我们就写一个简单的任务 gop.task concate concate 我们就写一个js.c 就是构建js的种子文件 function 然后这个里面要做什么事情呢 然后 gop.src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需要传入那两个文件 需要合并的两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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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就是vindor components 先是require.js 然后require.js 然后是vindor.components vindor.js 然后jequire.dist jequire.js 好 我们的gopfile写完 写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gop.js.seed 那么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产生了一个新的文件 src.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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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d.js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刷新一下我们的页面 看一下网络请求 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seed.js本身就把 require.js和jQuery都加载进来 然后man.js是我们这个整个页面的入口 然后man里面依赖了mod1 那么实际上的这个模块的依赖呢 你可以写的任意复杂 当然这个是不太推荐的 然后这些任意复杂的模块依赖 require.js都能帮你很好的处理 好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这个google file里面 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只是在页面上合并了两个文件 那么比如说 你在你要用jQuery,require.js和boldstrap写一个简单的应用 那么你实际上你可以把在这里面把boldstrap也合并进来 但实际上的boldstrap它本身据我所知它是没有这个MD支持的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到shim config 当然shim config就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么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去网上搜一下 那么关于这节课 关于require.js的几点内容的 就是模块化加载的优点 AMD模块规范 require.js加载第一个模块 以及结合google优化 require.js加载 接着到这里就基本完成了 那么下节课我会再介绍另外一个 遵循另外一个模块规范的加载工具 叫做brotherfy它的模块规范是cmd 好这几个就在这里 下几个再见